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涛哥说的老炮的概念 大家看这标题可以看出来 这是班农的说法 这是班农昨天 星期一的时候 在川普获得历史性的胜利的背景之下 在他战中时 班农就陈述了川普的法律诉讼问题 他就讲说 法律斗争实际在帮助川普在竞选活动 我个人到现在认为 远远超过 远远超过所谓帮助竞选活动 没有 对他的法律的一切斗争 川普的一切反向斗争 是川普真正的竞选活动的主脉 即使他在集会当中 在一些法律 在一些所谓的竞选集会上 他大多提到内容 依然是这些法律case 而不仅仅是所谓的在法庭上 而班农所讲述的意思就是 主流媒体去试图封杀川普 而又离不开川普 那只能报川普的丑闻 所谓在他们眼睛里丑闻 那法律的争斗争的本身 在他们认识 所谓的律师精英的眼睛里 那就是最大丑闻 而恰恰丑闻的 在他们眼睛里恰恰丑闻的一切 却代表着精英阶层 他的丑陋 生命价值观的丑陋 而这个社会的环境 就是今天的环境 不是2020年 黑人命贵已经不命贵了 早就成为了 令人不耻的那么一份东西 不耻没有说别的 对不对 你们家黑人命贵了 我们家命怎么办 你们家黑人命贵了 我们家命怎么办 你们命是命 别人命不是命啊 装什么大个的 对不对 正常人都懂得 当你强调黑人命贵的时候 那么我们是下贱的 就你们家命贵啊 是不是这道理 是不是对自己的侮辱 所以这不是政治正确 这是自残 自己绞自己活该 对不对 男的不是男的 女的不是女的 所以当人们去经历过这样 历练过程之后 正常的人 正常的人 还有正常思维的人 再回归正常 你别网上拔钩 那么再回归正常 就是他知道 修辱自己 玩什么大个的 对不对 那你们家老婆 不是老婆了 变成半裸老公了 那家女儿变成半裸男的了 那家男的了 出来都是娘们样 这个他就觉得有点 这世界乱了 真的 这世界乱了 所以人们就会自动回归 昨天碰了一个朋友 北京的 后来聊聊聊 简直住在钢瓦市 就住在钢瓦市 离西四 离我们说的服务街 那是很近的 几百米 因为无意中聊起来 他说去地质礼场看电影 我说你去地质礼场看电影 我说那我上西四澡堂的西澡 西四澡那都对很多这边朋友 都听起来都 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 摆出来人气的一个大池子里头 洗澡光不流跳 这是涛哥的生活 那他就 他来他就提打 哎呀 涛哥说实话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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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 这让我很惊讶 他他蛮挣钱的 挣了很多钱的人 那个那个 然后人就出来 他出来的理由也是说 他在北京混混混 他觉得他说 我们这个老百姓 在这地方是混不下去的 他的他的理由很简单 在北京给他孩子找学校 那北京学校呢 都是按区划分的 对不对 这个胡同这边就归这个去 胡同归在那边去 他说我就差 我们家住家的户口 就差了一条胡同 所以就到了三流学校 所以他为了 这都是正 这是中国的生活方式 他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孩子上好一点学校 就花了钱了 他花了钱去了那个学校 学完之后呢 他的孩子老在被老师批 老爱老师说 所以孩子自信心就受到伤害 然后他就不知道为什么呀 他说我都花了钱了 进了学校了 孩子怎么老爱批呀 这是讲他出国的时候 现在算起来 现在他孩子在上大学 所以现在算起来得十几年前的事 那他就提到说 他就去观察 他说发觉 外地来的也在那个学校上学 外地来的怎么 那个老师对那孩子挺好 后来他就摸到了 外地的那些家里有钱 然后就给老师送礼 他说我北京长大的 我从来没想过给老师送礼 要给老师送礼 那就整个完蛋 中共国没有任何未来 就像朋友说的 涛哥你老说自己没文化 你没读过书吗 涛哥讲的很清楚 读的是混蛋 王八蛋的书 在北京 你听懂吗 所以不要再说自己是 你除非来到海外 那涛哥也没读过 对不对 但无论怎么样 海外的环境 他的基层面 那是一个基本正常人 人们有一个选择余地 后来他就是这件事情 给他打气 他说北京完了 然后找了机会出来 孩子到外头再一上学 说他跟儿子说 他说咱回北京吧 不去 要去你去 我不去 永远不回北京 永远不回北京 他说这是当时出来的原因 然后他就说 他说现在 涛哥没方向 我猜 这人活着没方向 他说因为看到了美国的社会 看到了北美社会 看到欧洲的社会 看到了所谓的民主 他说这个东西 这东西怎么全都是骗子 全都这么胡来 我说那你说什么叫骗子 他也没什么信仰 他自己就讲无神论 他说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他说我说你是无神论 你就觉得今天 混了大半辈子 都成功了 蛮有钱的 然后突然自己生活 生命没意义 他说我没意义 为什么活着不知道 生存下去不知道 看着周围 很多成功的人 就是一块 就是涛哥硕一块烂肉 家里有个亿万资产的 也一块烂肉 他说不过如此 人没有了意义 人没有了意义 那他其实都比我小 小不少 然后显得年龄比我大很多 这是我想就是背景 这就是川普 我讲的意思就是 川普的存在 川普的价值观 跟太多人不太一样 就出现今天的故事 所以这篇报道 班农讲的概念 就比较类似 但我个人以为 欠伙后 所以川普的 主流媒体对川普的攻击 和试图封杀川普的正面形象 他就真正的使得川普 一直在媒体的头版头条 在对川普的攻击 对不对 你看左派媒体 对主流媒体 对川普有关 纽约州没收他的财产 4.64亿 拍手就好 对不对 他说你破产吧 你活该吧 你不是有钱吗 拜登也说 你不是有钱吗 对不对 他也这么说 那坐地今天 拿了60亿70亿 全瞎了 我就全成了笑话 这就是精英永远会成为一个信仰者的笑话 当你一旦发现 精英者一旦发现自己是川普的笑话的时候 川普已经把钱拿到手了 而你精英认的就是钱 你努力的一切是钱 而川普这笔钱和在媒体上的露面 是被迫的 是你们在迫害他 你们想打死他 扎碎他 咬死他 对不对 结果最后一看自己咬着自己脚后跟 让他玩命捉 那捉脚后跟有点不太好捉 总归不太好做 皮又厚又村 那也不知道味道什么样 那你也被把腿给扳舍 非常的 这是涛哥嘲讽精英的原因就在这 你没有生命意识 你只求利益 结果川普坐那没动 星期一啪 几十亿蹭你脑盆上的 小样子 川普这个人还乐呢 1.75亿 我给你现金 我们家有现金 你一会儿数啊 你不就瞎了吗 对不对 美国副总统 为了拿500万 对不对 让他儿子跟中共国那儿叫 500万 川普现在坐这儿没动 一天60亿 我跟大家解释这些 这叫天意 不是川普去努力 而是川普在整个过程中 被打压的过程中 被嘲讽的过程中 被欺诈的过程中 却成为了真正的竞选 这就是枢造一个英雄 这就是今天 精英永远不懂的地方 班农 为了集中攻击川普的法律报道 使得川普本身 却成为了主流媒体的头半头条 班农说 就谈到了有关欺诈问题 经济处罚问题 犯罪问题 然后说对所有的指控都是无辜的 然后讲法庭的冲突 使得川普登上了全球的平台 头半头条 那川普的回归的原因之一 就是他有一半的竞选活动是出庭 世界媒体都肯定报 那他也就变成了 讲就是话语全就在川普手里 而这个故事的本身 其实是竞选的本身 他就提到说这样的世仇促成这种背景 原因很简单 他说因为法律费用不起作用 从各法律费用 这不是法律费用的问题 法律费用的本身就是竞选过的 是竞选费用 对不对 那给予的平台是不需要任何其他的 下面就讲述其他 他就讲述这么个概念 我是借助这个概念 班农的话 跟大家分享 什么叫军权神兽 什么叫信仰 什么叫真正的一种生命认知 感谢朋友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